我現在講的東西可能對德國執政團隊來說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但是這樣子他們這幾個月的行為 讓我感覺到他們好像是希望烏克蘭在這場戰爭輸 各位朋友們,大家好!安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節目 今天我們到了Gdansk 那我早上起床的時候就看到有幾個新聞讓人覺得還蠻不爽的 而且這些新聞都是跟德國有關係 你們知道嗎?現在因為德國的那種白癡的能源政策 就是他們原本能源的來源是非常的多元 就是也有核電嘛,也有燃煤啊,也有買石油天然氣嘛 但是因為他們的左派執政,導致現在他們完全是依賴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的能源進口 然後雖然他們就是一直標榜什麼綠能綠能很好 但實際上他們是非常的依賴天然氣的部分嘛 OK!那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時候 德國原本是不想提供武器給烏克蘭嘛,對不對? 然後現在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嗎? 原本德國要提供烏克蘭防空設備 那根據烏克蘭媒體的報導會延後 延後到什麼時候呢?就是12月底 所以很明顯它就是在拖時間嘛 這個國家的執政團隊真的是有夠而行 我們來換一下場景 我看完故事說就是德國原本要提供給烏克蘭的防空設備 會延後到12月底 其實這種時候我會覺得這件事情跟德國的綏靖政策真的是密不可分的 而且大家記得嗎? 川普還在執政的時候 他一直說德國太過於依賴俄羅斯的那個能源進口嘛,對不對? 德國太過於依賴俄羅斯的能源 如果它不立即改變程度 這裡在西方的環境 我們很誇張 在維持我們的獨立 從延伸的力量 它已經是我們的國家 其實我覺得感覺上那些左派 他們就是故意的聯手中共跟俄羅斯 在打壓民主陣營的國家 因為中國國家一直說你要原理俄羅斯 你不應該太過於在能源方面依賴這個國家 但是德國感覺上完全不在乎它的鄰居在說什麼 所以現在變成什麼? 戰爭已經到了我們家的門口了 那個時候川普罵他們的時候 德國的代表團在那邊還消息息的 那現在變成什麼? 在歐盟提出了一個新的方案 什麼樣的方案呢? 就是鼓勵歐盟各個成員 要降低自己使用天然氣的一個比例 降低那個使用量 降低15% 奇怪 原本跟你講 你不應該太過於依賴俄羅斯 你不應該做那些完全就是 你沒辦法執行的政策 然後現在你發現 沒辦法了 需要幫忙了 所以你要歐盟其他的國家在救你嗎? 你那些無知的綠能政策 為什麼波蘭捷克 波羅的海三個國家 匈牙利 為什麼其他的歐盟成員國要承擔呢? 感覺上德國 你不是在跟歐盟其他的國家在同一個聯盟裡面 而是你是聯手中共跟俄羅斯 那就跟他們建立聯盟啊 你不要在歐盟裡面了 而且原本這個戰爭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你更快速的能讓烏克蘭加入歐盟跟北約的話 普京根本就不會敢打了 現在戰爭爆發 你提供武器方面又在那邊慢吞吞 還有以前跟你說 你不要買太多俄羅斯天然氣 你就繼續買 真的是有夠不要臉 其實各位,我不爽德國執政團隊已經一陣子了 而現在就算不是梅克爾是瀟子 但是其實基民黨跟社民黨 德國的那個社會民主黨 現在就是瀟子 是社會民主黨 其實在很多理念方面是非常接近的 尤其是在綏靖俄羅斯方面 大家知道以前德國的總理 Sherder 他就是跟普京關係非常的好 他常常去俄羅斯拜訪他跟他們聯絡 他也是跟瀟子在同一個黨裡面 都是社會民主黨 那這幾天,所有的這個人 他就是去了莫斯科 而被記者在俄羅斯天然氣公司旁邊 拍下來 然後他被問 請問一下 現在不就是要制裁俄羅斯嗎? 那你為什麼出現在莫斯科? 為什麼到了莫斯科這個地方? 他就說,我現在放假 然後莫斯科是一個很漂亮的城市 你騙鬼啊 就是很明顯他去跟俄羅斯的天然氣公司談判 那簡單來講 那就是去跟普京談判 除此之外,大家要想 他在社會民主黨的地位還是非常的高 所以很有可能 蕭子就是德國的總理 他現在就是透過車的這個人 跟普京在那邊往來聯絡 所以實際上 德國從來沒有跟俄羅斯停止交流過了 經不經期 一不意外 我是覺得不意外 我現在講的東西可能對德國執政團隊來說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但是這樣子他們這幾個月的行為 就讓我感覺到他們好像是希望烏克蘭在這場戰爭輸 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是沒有在支持烏克蘭 而且要支持烏克蘭的時候就是那種心不感情不願的 就是說一套做一套的那種方式 而還一直以來都跟普京保持聯絡 而且還繼續購買俄羅斯的天然機 他們其實從來不想要改變自己的供應鏈 畢竟他們蓋那個北溪二號蓋得那麼辛苦 所以對德國來說 如果俄羅斯贏了 德國反而會比較在歐盟站得住腳嗎? 俄羅斯輸了 其實我認為俄羅斯會輸 我也希望俄羅斯會輸 我希望烏克蘭可以勝利 然後烏克蘭可以掌握他的完全的領土 包括克里米亞 包括烏克蘭東部頓巴斯的那個區域 那烏克蘭贏了只會證明德國支撐團隊的不對 還有也會讓全世界看到這個很無恥的雙標政府 而且我必須要說 歐盟不只是為德國而成立的 所以每次德國在那邊亂講的時候 也要想其他的歐盟成員國的想法 還有那些所謂的綠能政策 我個人認為也是左派拿來搞亂全世界在用的 為什麼呢?我們看看巴黎氣候協議 根據那個巴黎氣候協議 中國在2030年才要到它的最高的碳排放量 所以意思是說現在歐盟要想 哦,怎麼樣可以綠能啊? 大家要買什麼電動車哦 然後如果你車子太舊的話 它會罰你比較重的稅 如果不符合什麼 Euro 5 Euro 6那種環保的規範 對不對?一般來說這些壓力都會放在 那個老百姓的身上 因為企業他們有自己的方法 有自己的辦法 政府也是嘛 那同時跟中國說 哦,你盡量啊 你盡量污染環境了 你盡量搞你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政策了 你越賭越好 到2030年你變得全世界最賭的賭流 都會符合歐洲現在的那種進步價值的那種規範了 還有說什麼環保製造什麼電動車 製造電動車本身就是很不環保的一個過程嘛 然後你最後要處理它的電池 其實那也是一個... 你不能說是陰謀 但是這件事情會導致新的殖民主義 因為你們看鋼果的那些原料 就很多電動車專用的那種電池裡面的原料 都是在鋼果那種非常的不人道的那種礦產裡面挖礦的 鋼果是最明顯的案例 所以一樣 為了那些進步價值 在那邊製造什麼電動車嘛 然後要趕快淘汰老車子 做那些奇奇怪怪的那種綠能政策 又會壓榨非洲人啊 感覺上可能200年前沒什麼兩樣 還有歐洲各個國家都還有輸出一大堆垃圾 到東南亞國家、到非洲國家 說自己很環保、自己很綠能 那問題是說 只是把自己不環保的東西外包出去而已 還有綠能方面有什麼東西很扯啊 德國很認真的在銷毀、在消滅它的供應鏈的多元 比如說它的電力原本也有蓋一些核電廠嘛 然後也有買天然氣嘛 也有買石油嘛 然後也有染煤嘛 現在變成大部分都是依賴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 真的是很誇張 真的是很離譜啦 這些綠能政策只會導致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國力衰入 還有你把自己的國內搞砸 沒關係 是你國家 你是主權獨立國家 你可以自己做決定 但是你還要拉著其他的歐盟成員國下去 一直在那邊罵波蘭什麼 一直靠染煤嗎? 不好意思 波蘭的煤是自己的煤 我們有很多礦產 我們在能源方面是不需要依靠俄羅斯的喔 對了 冬天空氣會稍微臭一點 但至少不會那麼的誇張 像俄羅斯跟中共一直在傷害這個地球 還有我們也不會允許普京對我們說三道四了 所以我希望德國不要再裝睡了 你們想一下 你們是在那個聯盟裡面 你們是不是歐盟成員國 然後你們要不要好好的去支持烏克 像其他的民主人民國家一樣 好,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就不要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的話 在這裡跟影片下面 會有Patreon這個網站的連結 我是斯坦 下次見 掰掰 好不好 American Podcast